哈囉大家好 我是三立 誰也想不到帶隊獲得下半季冠軍 才獲得珍處的林岳平總教練 居然能在台灣大賽停出1比3的絕對劣勢 硬是從忠信兄弟的手中 搶下終止31年的總冠軍金杯 更何況 今年祭出外界預測的三強移弱中的那移弱 則正是統一是對 能帶你這支不被看好的隊伍 一路走到冠軍之路 林岳平總教練當然得記上最大一功 很幸運的我在台灣大賽GameFi賽前 有機會等到林岳平總一點空閒的時間 跟他聊了許多師隊的現況 還有對未來的規劃 今天的影片 我會把林岳心裡的藍圖 分享給大家知道 首先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林岳平總今年上任喊出的目標 並不是總冠軍 而是爭取5成勝率嗎 他告訴我 其實會有設立5成勝率這個目標 主要是從去年的失敗來看 師隊吞下了單季70敗 僅有4成勝率 如果跟5成相比 基本上等同於少掉12勝 所以今年他們必須多贏12勝回來 等於每隊都要多贏4場 這已經是極大的挑戰 林總也補充 他認為如果有辦法 達到5成勝率的話 表示這支球隊在上下半季 不至於有太大的起伏 或動盪 第一條件就是不會出現太大量的傷兵 第二個是先發投手都能夠穩定 第三個是打線也要能發揮 才有辦法達到投打均衡 成為5成勝率的隊伍 他同時也想要告訴選手 要拿到5成勝率並不簡單 希望他們能夠以最小的目標 去達到最大的期待 那對於林月平而言 其實他從2017年寂寞退休之後 隔年才開始在二軍接任投手教練 也不過兩年的時間就擔任總教練 我不禁想問 這對於他是否太快了 甚至心理上有沒有想過自己 可能沒有辦法升任呢 林總認為其實他會敢答應球隊 就不會去想自己做不到 他只是一直想著自己要怎麼做 如果幫助球隊走出這些困境 先決條件就是從最失敗的點 投手去著重 市隊以往受傷的人員多 洋將不齊全 導致一週無法有5個穩定的先發投手 今年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 林總希望盡量能夠維持至少有5個就夠了 不見得5個都要一定會贏球 只是這5個如果都能夠讓球隊 單週不要出現大量的連敗 至少他們能夠完成責任局數 在穩定當中取得2勝的基準也就可以了 就像大家一直去探討的潘威倫 江晨諺、思子謙 他們確實是在市隊不穩定當中 至少都會有兩個人 能不讓球隊馬上掉下來 照片上來看或許成績不響亮 但以今年的結果來說 他們所貢獻的局數確實是不可或缺的 接下來要談到的 就是林總上任後做出的第一個 也是最重大的改變 找來外籍教練南娃若 擔任一軍的投手教練 協助他打理團隊投手群 這個改變確實是同一是近8年來未曾有的變動 而且最終也收到了效果 林總坦言 其實當初找外籍投手教練的起因 是因為他在市隊已經當投手10幾年了 很多選手都跟他奮戰很久 彼此交情深厚 相處也很融洽 但今年他當總教練之後 就必須要把情感這個東西給去除掉 所以他告訴球團 你要幫我找一個外籍投手教練 讓我重新去評估這個隊上所有投手的能力 去準備今年賽季 也是要告訴選手們 我們雖然很熟 但你們必須先從新來的投手教練身上找到信任 不是只有取得我的信賴而已 冰總也強調 找外籍教練並不是要扮黑臉 只是需要一個客觀的人 來重新評估所有投手 如果這個新來的投手教練 選人的觀點 跟球隊本來重點觀察 甚至期待的投手 是一樣的時候 那他就能更有自信的確定 自己的判斷是正確的 那談到投手群 10對金的牛棚雖然不能說是固若金湯 但確實有不少選手的表現有顯著進步 像是江成峰 鋪魚剛 都找回過往的壓制力 正軍人更是把握機會站穩一軍 還拿下了最佳進步獎 但相對的 仍然有著許多投手的表現是不進反退的 冰總認為 今年確實有許多投手起來了 但像是秋昊軍 黃敬明 本賽季比較少時間待在一軍 過往他們是球隊的主力 但現在是下滑的 所以他希望他們可以重新奮起 跟現在這批新的戰力去競爭 然後從秋迅 春迅的變化 去重新評估投手們的定位 他想要告訴選手的是 你們不要放棄 球場上隨時存在的競爭 失敗一年 失敗兩年 都沒有關係 但你們必須要重新找回教練團的信任 就像今年的江成峰 賦與鋼養 沒有辦法保證明年 每一組的投手都很健康 或狀態齊全的待在一軍裡 所以冰總希望所有的選手 有能力的要趕快重新整理 接下來才能夠重新出發 冰總也強調 他並沒有安於現狀 他還是希望能夠進去 幫球隊找出多一點 未來可用的投手 比方像是國林瑞陽 還有今年選秀補禁的幾個投手 像是李其風 他本季一軍初登版已經展現出 自己是有能力 可以升任牛棚角色的 只是穩定性還需要多加強 這部分就是教練團要去多協助的 我個人認為 古林最大的阻礙會是健康 但冰總告訴我 他現階段最大的阻礙 是必須要去了解職棒的節奏 是強調每週每週的穩定性 而不是單一出賽的強力投球方式 所以當他每投一場球 下場後的休養跟復原 都是他必須要去學會的課題 而且今年古林只輪值到兩場就報銷了 這說明了他的身體狀態 還有準備是不及格的 他必須要去了解 先發投手不是出賽可以拿勝投就好了 而是要在輪值內 每週穩定出賽還有完成責任局數 並降低單週牛棚的耗損率 所以他必須要了解 以他的能力 要怎麼去穩定出賽 才是他正要學習的 再來聊到左投手的部分 今年是對台灣大賽的28人名單之中 唯有江澄彥是左投手 而且他還是先發 牛棚裡連一個功能性左投都沒有 而這裡確實是秉總 今年一直擔憂的 尤其是王玉甫跟林子薇 這兩個是近年來師隊最期待的兩位左投 但他們至均餘慮失敗 甚至受傷 所以今年球隊又度過了一個失敗的左投年 以秉總的觀察 兩人之中是林子薇比較適合先發 但他主要是受到傷勢的困擾 無法投長局數 所以先發這個角色會是他的困擾 那在TJ手術動刀之後 當然就會先以牛棚為主 師隊也期待傷後付出的哥哥 在明年下半季 就可以幫助球隊增添左投的戰力 而王玉甫的話 秉總認為他必須要更清楚 自己在職棒環境的重要性 了解自己的角色如何去替球隊貢獻 這是選手必須要去領悟的一件事 要想辦法在一局裡面 去減少壞球率還有飽充的機會 去增加抓出局數的能力 再來進入野手的部分 首先要從問題最大的一壘手開始講起 就算進到了台灣大賽 是不是在一壘這個位置 還是找不到一個固定人選 從季前春遜的六搶一 到最後面大學長重出江湖 秉總認為自己並不是不給年輕人機會 而是年輕人真的要 想辦法靠實力來爭取先打地位 其實他一開始期待頂上一壘的右打者 是吳傑瑞 左打是鄧志偉 球季開打後最先放上的也是吳傑瑞 他有一段時間受傷 後來換鄧志偉之後 一直沒有辦法在攻擊上面有穩定的輸出 手臂也不夠穩定 而且那時候球隊也處於不穩定的狀況 所以他把高國慶拉回來前線 希望能夠藉由他的經驗把球隊穩定下來 結果在那個時間點 他看到高國慶拿出讓教練堂相當放心的表現 那自然其他人的機會就又變少了 後來有一段時間卻就穩定下來了 他們又給機會去嘗試 第二度給了Jerry機會 結果他還在跌跌撞撞的時候又受傷了一次 所以回到鄧志偉 他還是沒有辦法把握 最後又被高國慶給拿走 在這段期間內替補了頂上的只有潘傑凱 但以今年來說 一壘手這個位子來來去去這麼多人 卻始終找不到一個有守備有攻擊甚至健康的主力 所以秉總認為這個位子是他今年比較失敗的一個位子 關於Jerry的定位 我認為是秉總接下來要去煩惱的課題 畢竟他進獅隊後原本擔任二壘手 在攻擊段的表現相當突出 結果受傷之後減重 反而把火力也減了 改去守一壘又有身材上的劣勢 我也相當好奇 秉總明年是否要繼續讓他守一壘呢 他也坦言其實今年吳傑瑞會放一壘的主因 是評估他的傳球能力略低於其他選手 不管是跟他競爭的陳聰廷潘傑凱 甚至是郭古里 而且他右肩剛動刀回來 要減少讓他的傳球 就是得轉往一壘發展 那以本季的表現看來 Jerry在一壘的貢獻其實就是平均 但不會高出太多 他們已經有設想 在邱遜的時候跟Jerry溝通 看是要回二壘 或者是多練三壘 去增加他未來的競爭機會 雖然傳球的問題還要觀察一下 但吳傑瑞如果想要一直待在先發 勢必得從其他位置去競爭了 討論留在一壘 那他的缺點是大過於其他位置的 一個劣勢是身高 另一個是打擊能力 畢竟他屬於平穩型 而非爆發型的大者 以一壘手來說 並不會特別吃香 另一個要提的 就是關於師隊補手場次分配的問題 特別是在季末 比總幾乎是讓林幼樂蹲好蹲滿 這對於一個有過往傷病時的補手來說 並不是好事 雖然最終得到的好結果 但明年的規劃是否也會如此呢? 林總告訴我他知道崇宇是個好骨手 但因為下半季給他嘗試先發的時間 球隊總是落敗 會有這個結果當然跟選手無關 但是這個時間點上 球隊是有競爭力的 甚至有機會冠軍 所以打到越後面 越不能放掉任何一場球賽 就變成對兩個選手都有點不公平 他很清楚 但這是他的作法 因為必須要以球隊的走向去優先決定 未來一定會希望兩個人能夠平均去升任 甚至期待二軍的羅偉傑 柯玉銘加強守備能力之後 有辦法跟他們競爭 甚至去淘汰他們 這也是師隊未來捕手這一環要去加強的 除了捕手跟一壘手 我也請秉總大概談了一下 他對於球隊內野未來的布局 但畢竟他是投手出身 秉總也透露 其實如果要去變動一個選手的手臂位置 一定會先從手臂教練去問起 先想好假設要變動 那下一個替補的人選又要有誰 或是變了之後 隊型上要如何去重整 手臂教練會優先給他意見 他也透露 明年陳雄金或許就不會在三壘出賽了 因為年齡又增長了一年 可能會希望他去固定手一壘 他的想法是 三壘這邊有郭布林跟林子豪 二壘則有林靜凱還有何恆佑 那遊擊防具會希望陳重廷專心去練 只要他能夠更提升正守遊擊的能力 就可以變成更全方位的工具人 然後林祖傑就可以正常出賽 後頭也還有許哲彥去期待 畢軍的狀況告一段落 接下來我會針對二軍提出我的疑問 坦白來說 我認為是在近幾年的龍艙養成系統 其實是有一點狀況的 在二軍多半無法獲得太多的上場機會 以農場這一環來說 市隊勢必得再多下一點苦心 林總也坦言 他認為市隊過往農場弱的主因是人員短缺 很多時候在二軍為了讓賽事完成 必須要讓某些特定的選手持續上場 同時也會擠壓到許多年輕選手的上場空間 不是他們沒有去養成 是過往二軍的人員時間太短缺了 又常碰到受傷 一軍受傷拉二軍 二軍受傷就沒有人可以拉了 然後導致不對的人在不對的位置比賽 長時間去為了比賽而比賽 所以他今年告訴公司 必須要把所有位置都補齊 再讓全部人下去競爭 而且會以年輕人優先 這次邱訓的名單 團隊先發九人 都是近三年選秀補進的年輕選手 這組邱訓選手是他認為 會在未來兩到三年有機會跳出來 甚至去競爭一軍先發地位的人 並總也補充 這樣的做法可以讓終生代的選手產生危機感 同時可以觀察年輕選手 能不能在這段時間立足 這都還需要去討論 且經過時間來去驗證的 只是今年也不過是改變的第一年 從這次邱訓開始做 然後明年春訓的方向 就會是邱訓的結果再去調整 對於二軍找回陳連鴻教練無佐這件事 丙總的連帶解決了我的疑問 其實陳連鴻不是農場主管 是因為球隊現有的一二軍教練都偏年輕 包括丙總也是 二軍教練也是 所以他希望球團可以多找一個有經驗的教練去帶球隊 讓二軍多一個人從中觀察 也能去跟整個教練團磨合並協調 找出未來二軍要訓練的方向 最後我也請丙總談一下他對於自己 還有這支球隊未來的展望 丙總苦笑的跟我說 他認為明年自己會更難帶隊了 因為試隊已經變成是一支有競爭力的隊伍 開始受到期望了 自己給的期待也會變高 而且中職甚至多了一個龍隊 變數也大大增加了 今年這樣帶隊過來 他知道明年一定會更辛苦 但目前唯一的想法 就是如何找出球隊更好的戰役 在未來的比賽中持續保有競爭力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你們喜歡我跟丙總的深度訪談嗎?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吧 我是蘭莉 希望你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可以可以的小鈴鐺才能夠接受我的影片最新通知 記得按下訂閱FB按讚 IG喜歡追蹤 Podcast搜尋 還有也是蘭莉喔 我們下次見 掰